是什么让伊诺如此气愤地说出来这句话 就在昨天伊诺新年第一波最后一局 本想黑化一下 玩一把司空阵 但是队友看到双方都没有进敖影 而伊诺的常用里面又有敖影 队友想让伊诺玩敖影 但是伊诺觉得这英雄又不强 没到非班必选的地步 队友见伊诺无动于衷 都纷纷地抢敖影 然后再和伊诺换英雄 本来想玩司空阵的伊诺 又怕队友不会玩敖影 还是打算和队友换一下英雄 问队友要玩什么 但是伊诺想了想 决定不惯着他 就是要玩司空阵 这个时候伊诺竟然被队友认出来了 有队友在看伊诺直播 最后一刻伊诺心软 还是和伊诺换了英雄 然而没有玩过几句凹影的伊诺这一局 带着粉丝嘎嘎嘎乱杀 拿下MVP 第一个发现伊诺的西施 竟然还是一位神调 一调一个准 最后还被伊诺夸奖一下 三分钟西施调到加罗 伊诺再拿一个人头 近七分半 对面中单王昭君被要打残 伊诺绕后预判王昭君走位 一个二技能收下王昭君 十一分钟压到对面高地 伊诺一套连招顺秒加罗 然后大招还能走掉 接着伊诺转战下路 被击杀 送出本局第一个人头 哇 有点额腾 我要出个魔女 随后伊诺想了想 还是全输出吧 接着伊诺看了看弹幕 至于自己刚刚死的那一波 手里面有大招没有放 我只能告诉你 刚刚那一波大招 还有15秒 CD 中路团战 伊诺闪现进场 又一次顺秒加罗 伊诺的打法 就是这么凶悍 压下路高地 伊诺再拿两个人头 接着在压中路高地 刚玩几局的伊诺 被粉丝教学 熬影玩法 一二连放 再凭A可以回血 一二连放 由于伊诺还想再玩一会 没有一波对面 反被对面反打 伊诺在被击杀 空到大招都没有放出来 别猜啊 别猜啊 那我再玩一会 最后这一局 还是轻轻松松拿下 大家觉得伊诺会是第一个 在KPL上拿凹影的选手吗 还有凹影现在的强度 能不能上KPL 舞台 Aberdee 演这么快 这各团队 听着 召唤 去哪个英雅 下一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